208再来就210 这个地方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这一题也是一样 记得要先把它备份 它同样有一个图档在外面 那我们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也是一样 它刚开始会太小 请你在按右下角这边放大 把它大概放大到100% 那题目第一个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 做相关的设定 那有哪些设定要我们做呢 第一个它要我们做的是 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是第 606 跳太多 OK 209 210 OK好 这个地方 好 那红蚂蚁 不是红蚂蚁吗 那这一题你会发现 它的难易度 这一个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所以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 这个可能要比较注意 那第一个就是把深蓝色的段落符号 深蓝色段落怎么样呢 项目符号 这个点改为什么 改为这个红蚂蚂 红蚂OK 然后14pt OK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图就是一个红蚂蚁 OK 那这边的话呢 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当然各位看一下 这地方有几个是这个点 有三个嘛 所以这三个呢 你就把它这样选取起来 三个 选好之后的话 一样嘛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更新项目符号 对不对 去找到图片里面呢 载入那张图 那张图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电脑里面的CD的底下 这个地方 好 那里面有这个红蚂蚁 OK 一直想要叫红蚂蚁 是红蚂蚁 对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它干扰了我的 OK 好 那找到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它这个有一个bug 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选这一张 跟选 选这一张 这一张 OK 确定 好 选这一张之后的话 把你确定 那这个红 红蚂蚁嘛 这边有红蚂蚁 OK 那把这三个呢 把它改成14 好 就完成第一题了 好 第二题的话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将那个 这个一个箭头符号 改成定位点 那这个部分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一点 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符号呢 这个符号是所谓的定位点 那定位点 前面我们也讲过 定位点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你可以把那个资料上面的版面做一个分割 那可以在12跟28 然后接至中 所以呢要先把这个变成这一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功能叫取代 取代 那取代的话呢 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 显示隐藏 预计算是把它打开好 然后再来的话 把这个取代为定位点 那取代的话在哪里呢 在常用里面的取代 点下去就可以 或者你可以记快速键 我的习惯是Ctrl加H 就是跳出这一个 那什么 把什么取代呢 把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按Ctrl C 先把这个复制起来 再按取代 把它怎么样 Ctrl V贴上 那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一个定位点 那定位点特别注意 它的位置 预设你们可能取代 本来是长这样 有更多 对不对 更多里面有个指定方式 请你找到有个叫做定位置源的 因为我要取代成什么 取代 把它取代为一个定位置源 所以呢 请你在更多里面的 指定方式里面的 叫做定位置源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邮标放下面 指定方式定位置源 其实它就是一个向上符号T 这个就是一个定位置源 你把它按一下一个全部取代 把这个全部取代为一个定位置源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会有八个 那要不要去选4好了 然后确定 总共会取代八个是正确的 记得是八个 那取代完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时候呢 原来的这个符号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定位点 那接下来请你把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把这四列怎么样呢 选取起来 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排版 就是说呢 它要排在哪里呢 检式里面有一个尺规 尺规里面 要排在第十二个 十二跟哪里呢 十二跟二十八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我希望把这一个定位点移到哪里 移到二十八 并且至中 跟二十八个字的地方 再把它至中 那把这三个段落呢 移到这两个 这两个 十二跟二十八的 这个地方 把它 那这部分呢 就可以用所谓的定位点 而且至中嘛 第一个先选取 选取之后的话呢 再到哪里 找到那个定位点呢 段落 段落的什么呢 这个机关 对不对 点下去之后呢 就会看到定位点 对不对 那怎么加呢 输入十二嘛 然后对极方式至中 十二 至中 设定一下 再来二十八 直接输入 至中 设定一下 就会增加两个定位点 两个点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按照 这个定位点 跟这个定位点 做它的位置的编排 而且你会发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定位点 有没有出现 它一定是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形状 表示什么呢 就是至中 那如果是这样的形状呢 表示靠左 这样表示靠右 上面的图示呢 都会有不一样 你们要去观察 以后 你就可以自动去排出 一个很漂亮的版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题 那第三题的话 这边有很多 这个是什么 这是蚂蚁 OK 然后呢 这个蚂蚁 这个蚂蚁 它要怎么样呢 它要复制 题目里面要求 我们再复制几个呢 总共呢 重复三次 有就是三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设定该段落的 左右缩排 超过边界两公分 使图片呢 变成在一行之内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 再复制两个 变三个之后的话 比如说Ctrl C 因为刚好 同学已经在做了 所以应该说贴上贴上 它会怎么样呢 跑到下面去 对不对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边界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边界的关系 因为这个边界怎么样呢 它只能够到这里 所以呢 排不下之后怎么样呢 它这个图呢 就会跑到下面去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这个边界 跑到这边来 跑到这边来 但是呢 我这个边界跑到外面来的话 只针对这一个图 去做设定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你把它选取起来 这两段选起来 对不对 选完之后的话呢 它一样在段落里面 这边有缩排 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就把它改成负两公分 左边负两公分 这个地方呢 打公分 2010的话呢 只能用中文的 很奇怪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左右各负两公分之后的话 那表示它的边界 就会跑到左边跟右边两公分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蚂蚁三个就放得下了 不然的话只能放两个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 你们将来也可以用这个技巧 再排版 有些地方自排不下的话 你就选那一段 去做边界的修改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还要改来改去 那有些同学不知道的话 就等于突发炼钢 OK 那这里的话 接下来的话 刚刚这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将水平线下方 就刚刚那下方的内容 分为两栏 所以这边的话 要把底下的东西分两 两等栏 然后间距要是0.5个字元 加分隔线 左右的首行 接为文字段落 也就是说呢 蓝色段落 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看到的 有蓝色字有没有 这个蓝色字 一定要在分蓝的上面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范围选好之后的话呢 那怎么把它做分蓝呢 两栏 两栏对不对 那你这边当然 你直接如果直接按这边 当然也可以两栏 可是它还要什么呢 间距 还要什么呢 分隔线 所以你点下去 它没有办法做设定 那怎么办呢 其他栏就好了 从其他栏去选 两栏 间距0.5 有没有 间距就可以从这边 设定它的 字元的间距 那分隔线就可以打勾 因为它需要分隔线嘛 对不对 按一个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就刚好在两栏栏里面了 而且它有分隔线 OK 但是呢 我们这一个蓝色的字 它还在左边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 你这样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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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 这样也是可以 可是这方法比较笨 比较聪明正规的方法 应该是用什么 分隔设定 插入一个什么 分隔符号 分蓝符号 因为它是蓝嘛 那你Enter Enter 其实看得出来 就是表示 学艺不精 学的 只是学的半调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 文件就知道说 这个都土法炼钢 很多 没有办法用那个 像刚刚定位点 不会用的人怎么办 都用空白键 慢慢去调整 那 真的很辛苦 调的也辛苦 看的人也很辛苦 想说 这个你用定位点就好了 你干嘛用空白 所以 这边的话 尽量你还是用 比较正规的方法 那 其实像那个 你们外面好像有贴 那个什么 国际认证 那个 教育职计划 好像缴500块 是保证金还是什么 如果 那个 这样的价格 我是蛮建议各位 去上了 因为 如果在外面上 这样的 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如果学校有办的话 真的要好好把握 真的 因为那个外面的价格 因为外面考一张 像国际证照 都要 大概2000块起票 还是要缴钱 上课不用钱 那其实如果学校有补助 尽量可以用学校的补助 因为在外面 在考试还蛮贵的 那其实那样的国际证照 考试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个认证 先考过的话 那在考那个认证 你会发现好轻松 那因为我也考过那种认证 我几乎 因为我自己教很熟了 所以我去考那个试 我几乎都不用看 因为我都知道功能在哪里 考什么 哪个功能 定位点在哪里 在哪个按钮 有没有 那它主要就是考你说 定位点 你知不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然后点下去 会不会知道 怎么做设定而已 它比这个还简单 这个是要完整 做出一个文件 那那个不是 那个是考你功能 放在哪里而已 所以你如果这个功能 很熟的话 那真的就很轻松 考的方法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 那个难度比较简单 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考过这个 其实会比较 我感觉 会比较 当然感觉 比较专业一点点 考国际证照 那个感觉 稍微简单一点点 OK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分行符号之后 就OK了 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 第五 就是要设定蓝色的 这个段落编号 蓝色的 所以是编号要加12 然后呢 再设定什么 底下的这些字 要用这个符号 1 但是1呢 它要刮弧 可是呢 我们编号里面 没有刮弧 只有1.2 点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呢 把它改变 怎么样改变 OK 深绿色 而且要让它往下 那这边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完成这一题的 它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 这两个要变成12 对不对 那怎么做 其实你就选蓝色 再按Ctrl键 把下一个也选起来 就选这两个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编号呢 你就点这边一下 它会有个1跟2 对不对 你就选哪一个呢 选这一个 1跟2 点下去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下一个是要怎么样呢 设定段落 缩排 负5公分 所以呢 设定完之后的话呢 要怎么样呢 把它做一个段落 然后这边的话呢 要缩排 它要缩排 设定右缩排 所以是右边的缩排 多少呢 负0.5公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输入公分 OK 按一个确定 负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的这一个部分 再来的话 深绿色 所以深绿色 这么多个 那怎么办 最快的选取方式 选取 选取所有类似的文字 这样就选起来了 选好之后的话呢 深绿色要怎么样呢 增加 一个层级的缩排 然后加上编号 然后加上编号 所以我们再加上一个层级的缩排 缩排部分的话呢 要加上一个层级的缩排的话呢 这边的话我们就一个层级就是一行 一个层级的缩排 加上 这边 更正一下 应该不是 这个是首行缩排 一个行的缩排 那这边的话 是一个 一个 一个字元的缩排 设定 一个层级的缩排 那应该是一个字元的缩排 应该是这样 OK 我们先做一个字元的缩排好了 我再确定一下 OK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要再增加什么 项目符号 那项目符号的话呢 我们这边 也是要找到项目符号 不过项目符号里面的话呢 它预设呢 只有这个1234 这个刮壶是我刚刚做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用1234点下去 可是呢 它题目要求我们不是点 而是什么呢 而是用刮壶 那怎么办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下方有个什么 叫做更新 定义新的这个编号格式 有没有 你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它本来是一个点 对不对 请你把它点 delete掉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什么呢 它要是一个后刮壶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后刮壶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它本来是点 就会变成是后刮壶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就是123 可是这边是什么 应该是也是12 可是因为我选取的时候 一起选取 那我要怎么修改呢 很简单 把4跟5 这两个段都选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在上面 再点一下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 我印象 直接在这上方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个编号 编号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也是更新 定义新的格式 是从1开始 这一次 选起来 我记得是直接就可以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 更新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从设定值里面 它现在从4开始 对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改成1 改成1之后的话呢 它就从1开始了 OK 按右键 从这个地方 这比较不好找 设定编号 值 把这地方原来从4开始 把它改成 把4改成1 就可以按确定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 当那个 一层的话 是两个字元 所以那个绿色的底下的字 刚刚是 一个字元 请你把它改成两个字元 两个字元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把它储存起来 好 好